Hello 大家好 3月12日半夜快12時 差7分鐘 香港時間是3月13日 下午3時 麥克風都弄好了 燈光都弄好 坐在位置先錄 因為今天有些準備功夫要做 其實濕濕碎碎的東西 攪下攪下就攪很久 先講一講大事 美國市場很簡單 簡單直接緩慢慢慢升 恆生指數很tricky 恆生指數受多方面的影響 地理環境肯定受中國影響 資金自由進出已經病了 所以亦會受很多其他因素影響 今天中美打貿易戰 一樣會影響香港的出口和進口 如果我們研究香港的 Fundamental Factors 基本性分析 真的複雜到雲 還要再看每間公司 他的CEO是誰 人事務變動 PE怎樣 如果真是純粹用這些傳統方法去炒香港股票 波動很大 風險亦很高 所以在香港這個股票市場 能夠真正賺大錢的人 就是 比例我見到是 賺大錢不是賺小錢 都是只有1% 或者是再少些 99%的人的錢 全都入到1%的袋子 這是我的觀察所得 當然 我說的是大錢 輸大錢 不是有句成語 不是在金融上的術語 賺就賺一粒糖 輸就輸一間廠 就是這樣解 所以說非投資日記 希望大家報本 導言詩指數 沒有什麼新鮮 這些圖表 上個月都說了 例如新進來幾天的朋友 因為這二十多天 我們加了差不多 二千多個訂閱 這是一個月 但是這些線 在一個月前已經畫了 大家網友都說 一個月前到現在都在用 OK 導言詩指數 還在這兩條藍色線 25256277中間 但是當他離開了上升軌 上升軌的時候 這些是舊的 不過還是有效 離開了上升軌的時候 他就兩條路走 一是橫行 一是不升 一是橫行一是跌 但是我們就說 他幾硬正 因為美國的經濟 都很好 失業率又低 但貿易率又低 貿易率是1.9% 估計2% 失業率又少於4% 所以特朗普又減稅 刺激經濟 所以除了起圍牆 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美國經濟 如果他大跌 我們就看不到 所以說 美國的股票 雖然他暫時離開上升軌 他是橫行的 連續 1 2 3 4 5 6 7 7個交易日 他都是橫行 橫行是微軟 但是我也說 他一直這樣扯上來 其實他應該會回的 當時我說 如果他回回到242 0 0 就更加健康 回回到紅線 但是他硬正到死 是死都不肯掉下來 所以上個星期 我就連續估3隻股票 誰知道他跌過雞稅 那麼多 就站著在這裡 所以導營師指數很硬正 他現在站在25,000上面 暫時在小也不肯下 25,000上面 與26277中間 他會如何徘徊 這個徘徊的意思是 上上下落 上下落 在沿著這兩條藍色線的中間 這種在火柴盒中間 這樣上上下落 我們廣東話叫做打等 實際上就是一個累積 demand 需求 又或者在供應上 就是消化了之前的入貨 然後再養中斥銳 然後才可以再上 或者再跌 上和跌的話 因為經濟環境好 所以我們排除了它跌 所以就是養精速度上 是有原因的 不是閉上眼 而是因為經濟數據很好 所以養精速度之後 上和下落 就算割50的話 就是上多了 所以 就在25,000以26277 牛下牛下牛下的意思 也有一個術語 但是牛肥 牛肥 pg 也us 牛肥 鍵 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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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太多,所以它又不肯跌下去2420 跌下去2420红线之间上来是健康 它如果不肯跌下去,它只能打横行 打横行一段时间就可以上 在大概两到三个视频之前 我提过这个概念,这个叫做理论 梁浩东的理论,不是别人的理论 因为我的理论都不是看书的 全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如有类同的实属巧合 但是全部是梁浩东的理论 我说当它离开了这个上升轨 它就会打横行 本来打横行两三天 它应该就跌的 即是两三天都应该跌 但它应该跌下去2420红线,它不跌 我说如果当它牛那段时间 牛到七天到八天,它都不肯跌 现在过了差不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天,第八天 我说它如果打横行七到八天都不肯跌下去的时候 那就不能跌下去了 打横行之后就跌下去了 这个也都配合我刚才的分析 前后呼应 亦都因为这样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多的demand 没有存够 所以看到读型师资料今天很尴尬 第一点点的幅度 大概八五点的幅度 但是在中间,这个火柴口的中间 但是在前一天的高位 换句话说 其实导言师指数 都是一个上去的议员居多 下跌的议员就很少了 所以我在昨天的视频的总结 对于美国市就说 很直接 很简单 它很缓慢地慢慢向上 不过先打横行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知道到市了 当美国市是没有大跌机会的时候 我们估计恒指就容易很多 恒指应该就算是 小回呢 接着就会上了 我看回恒指了 今天大干就说完道指 说恒指 说完恒指 我们回到AA stock上面 找最热门的股票 这些股票很多都是红色 跌少少 我们找些股票出来 找三四个研究它分析 说完之后 很快地说完这些股票 就是市况 就叫做Part1完结 Part2 就是可以慢慢去谈谈 投资的心得 或者说一下 投资日记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群组上面 的情况又怎么样 成为一个 生活的一个小圈子 生活的一部分 无聊的时候 就进来投资日记的群组 和你的师兄弟兄弟姐妹 大家聊聊天 盛一下也好 待会在Part2的时候 就讲这些 道指讲完了 这些图表是 僅次一家 是这个独一无二 只是 会有人抄我 没有我抄人 因为全部都是 Eric自己亲手画的 每一条都有他的特性 我记得有些 有些画起上来 很骄傲的 很难学的 好像绿色的路线 有些蓝色的路线 就比较简单 好了 道指讲完 我们看下一个 就看什么呢 恒指 当然 应该先看 恒新指数 今天出现了一个 Yahoo Finance 这个软件 出现了一个 问题 我直接在群组里发了给大家 穿了个洞 洞在哪里 就是这里 今天没了一条线 蓝色的线 不见了 只剩下一条 小线 我就补了 我补了15分钟 为什么呢 手指挥这条线 很难印 如果是三星那些 用筆的容易 一会儿粗 一会儿幼 一会儿长 一会儿短 移来移去才能移到 手指一按下去 遮住了线 它尽量移到 跟真的线一模一样 这个蓝色的线 是我补了 昨天 3月12号 香港恒新指数的线图 因为昨天的高位 跟今天刚开始的高位 是差不多的 但今天刚开始 在高位就立刻跌下去了 跌到低位 今天低位 是比昨天的位 低位 今天的低位 低位 低 低位 今天恒新指数 低位 先放恒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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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的图 转了机 在道指这个图里 串入恒新指数 然后再放恒新指数 再放恒新指数 电脑 经常都不是 恒新指数 这个恒新指数图 大家就看到了 因为 由回来 就少了一条线 首先 直接说恒新指数 未来 走势 未来来来说 你看到这里 有两条线 前三天 和前两天 那两天 低位 是差不多 形成了一个 双底 我画了一条线 就是28200 OK 这个是差不多 大概 是这两个 低位 前日 和大前日 我说这些就是 calendar day 我说的是交易日 前的交易日 和大前日的交易日 那这个28200 短期间可以持有恒新指数的支持位 换句话说 恒新指数 是分分钟可以回到2200 太容易了 OK 但是在那里应该会站得住 OK 这样告诉你 会呼应我昨天画的图 OK 2200是支持位 记住先 明天还是跌呢 我当然会微跌 前前 昨天画的图 都说了明天会跌 OK 好了 讲一下今天 今天呢 恒新指数 知道今天和昨天比较的时候 我才说明日 今天的恒新指数 就是黑色这个线 OK 我希望大家看到 我尽量放大了这个影照 摆在这里 黑色的线是今天 蓝色的线是昨天上了9月日 OK 而红色的线 是我昨天画出来 就是猜猜黑色的线 OK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今天我昨天画的时候 猜它今天会高一点 OK 头又高一点 尾又在中间 但刚刚好整条线向下画 即是说 高又没有我估计那么高 低 就是整条线向下画 即是说 今天最高位是低于我所估计的 而今天最低位 也都低于我所估计的 刚刚就是整条线 本来我估计是这样 它真正整条线 可以滑下去 滑下去 多少少 黑色的线 就是真的 红色的我预估的 这个 黑色线 是因爲又低於昨天的收市價 更加確認了 明天會跌 明天會跌這件事 在我們的圓圖上畫了 我們又說回我們的圓圖了 這個圖 我們以為好像北加索畫了一幅抽象畫 好像花一樣 實際上不是 首先紅色那條線 大家熟悉的 就是昨天畫的 為了清楚 因為昨天我說的日期 星期一星期二 即是幾號幾號 因為有星期六星期日 所以我今天標回日期 因為星期六星期日沒事的 所以12號在這裏 這是12號 13號對紅色線 昨天畫的 13 14 15 16 17星期六日 18 19 20 21 22 19 20 21 21 這個紅色線是昨天畫的 已經說過了 藍色線 是因為今天 我所估計的 向下滑了 即向下跌了多少 本來我猜那麼多 整條線向下跌了那麼多 剛剛跌了一個gap位 大概那麼多 所以我把全部的紅線 都往下滑 英文叫parallel 全部押下去 押多少 就是押回我今天 和昨天 我昨天猜測的位置 所以全部藍線向下滑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重新畫了一個 比如這個紅線在這裡 我畫一條藍線 這個就是今天的市貨 這個已經出來了 這條藍線 跟紅線差不多長 我整條shift了下去 本來我昨天猜測 我整條shift了下去 因為這個波幅 就是因為今天的波幅 我猜測少了 它是跌了多一點 所以藍線往下 而因為這些有改變的時候 不能默守成規 這條藍線 我猜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個箱底 然後 這樣 高一點 低一點 高一點 整個細的形狀是沒有改變的 即是哪天跌哪天升 我的預測是沒有改變的 而只不過波幅不同了 波幅小了 或者高了一點點 所以 藍色的線 就代表了紅色的線 就是replace 就有未來的估計 重複 這條藍色線 猜明天3月13 sorry 這個3月13的線出來了 這個3月14的線 已經畫了給大家看 所以明天我猜它是跌的 之前也猜是跌的 3月14的那條是跌的 總之它升跌方面 沒有改變 我也是猜它 13是升 1415是跌 然後去到18 18就會扯上來 如處類推 明天會跌的 後日也會跌 只不過明天和後日跌的話 我猜它兩個低位 應該是差不多 甚至乎這兩個低位 14日和15日這兩天 的低位可能是接近28200 因為那是最低位 接近未必是28200 28300 28400 這樣 就是這樣 當它接近這個低位 它又在拉平 會再跌 然後 18日又扯上一點 19日又想回 但又被28200 頂住 所以你看到3個底 這是我預測 然後如果有3個底 撐住 接近2200 不跌 20日 就有機會 可以上 OK 小是沒有變的 明天仍然會跌 大家要理解 我撐這個 7條線出來 網友都很搞笑 哇 7條線才猜中了 不可以 好像人家買 馬錶 買什麼 買樂彩 3 3Q 3T 因為我 我沒買過這些 大概是這樣 我說這樣 如果7條線被我中了 7T 可以入見歷史 二大傳 第一條線已經錯了 錯要認 但是 那個 細就沒有變 波幅 波幅都完全猜中了 我都是神仙 但是不是 所以 細我就猜中了 波幅就不同 因為 我都預計 明天後日會跌 OK 本來想著今天會升一升 明天後日才跌 誰知道今天呢 不升了 因為打平 只打平 即是 夠了 這個小小的不升了 開始跌 即早一點開始跌 早一點開始跌 所以未來兩天都是跌的 這個大家要小心 然後 跌到 我二百二百二百零零零附近 站硬的時候才拿回 這個就是恆生指數 的走勢 好像這些圖 看起來複雜的時候 我都說一句 看不明白 不要緊 有些會看不明白的 有些網友會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的不要緊 就看我的分析 還有一點 為什麼我喜歡這樣猜 我先畫出來 其實是對自己 Eric 對自己的挑戰 如果不是 是會比較悶的 我連續畫七條線 如果七條線都全部中的話 我是不是很有滿足感呢 但你記住 我不是神仙 95% 雖然 但是 我是在 買賣投資上面 特別在做生意 我的投資比較穩陣 就是做賣股票 但是我做生意 絕對是一個 很願意冒險的人 所以我以前的經理 就是越南减浦債的經理 前幾天我深月來潮 打個訊息問他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在我當年做生意的時候 你覺得我的性格是怎樣呢 我當然是期望他說一些很好的東西 我才這樣問 看完金比書為什麼 為什麼的時候 就找回舊助手問 一如所料 當然是稱讚你 雖然這麼多年的老闆 但是他寫了一個字 他說 You are a gambler 這個經理是不會說中文的 You are a gambler 他說什麼呀 你說我是gambler 我從來都不賭錢 賭場 航生那邊 我這麼多年 我都是虧了20元港幣 給他一次過賭20元 我等完就走了 Gambler 我說為什麼 因為 好像你以前去到越南 柬埔寨做水產 那你完全都沒碰過水產 那你完全都沒碰過水產 怎麼真的呀 魚市場 我都沒入過 但是你很願意去做 還有 還壟斷了那個市場 所以是不是你很願意去搏呢 騙了頭 又是呀 可能年輕 不會想 所以呢 這種性格就是Eric的性格 我很願意去試 看看自己的估計 對不對 所以畫出來 OK 然後去挑戰自己 但是有個好處 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每天都跟進 每天都會adjust 就是告訴你 明天告訴你跌的嘛 你就不用怕了 明天一定跌的 但是 跌多少呢 就是明天14號跌多少 我猜是這樣的波幅 看看明天的波幅出來是怎樣 這樣 人生 就比較有脆味一點 還有樂趣一點 就不會死顧顧 我未必適合的 可能錯的 這樣錯的時候 就丟我 丟完我之後 丟在左邊面 丟在右邊面 還有你也聽我昨天的視頻 別人願意罵你的時候 給意見你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你有得救 你有得救 這個我媽說 我媽說 別人願意給你東西做 是因為他相信你 當如果別人 不肯給你東西做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就是說你沒得救 為什麼這樣呢 再說一句 小時候 我股神哥哥 經常都捉我 從牛頭角坐船 去收機灣買 那些叫做投資報紙 收機灣才能買 還有幫他送貨 因為那時候他在做牙醫 就是幫別人做假牙的 幫他送貨 我沒有錢的 也沒有傻子 經常做一些義務工作 又不叫弟弟做 又不叫弟弟做 我跟媽媽埋怨 媽媽就說了這句話 這句話永遠都打在我腦袋上 就是說 別人信得過你 才給工作你做 給很多工作你做的時候 你不要埋怨 因為 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一邊說賺你 一邊就給很多工作你做 是吧 心筋命底 OK 沒有我那麼圓了 這樣說吧 說了媽媽教我的東西 OK 恆生之數 大勢沒有改變 是先跌兩天 OK 兩天 跌兩天 但問題是 每天更新 每天更新 看看 是不是完全是這樣的 有個問號 但每天更新 起碼 今天我猜明天就不會錯去哪 起碼有個 24小時的指標 但我希望看看 整個禮拜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恆生之數就說完了 今天的Yahoo圖表 我都幫大家畫了一條 新的 明天你更新的 明天他就會畫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但今天他還沒有 然後 然後又看幾隻 大藍酒股 或者什麼股 大家都喜歡的股票 最即時 二十大成交金額的股票 這次我們在 這個版圖上面 從底下跳上來 大概是 隨機抽幾隻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 現時的價格是 21.25 再更新 放在電腦 如果未更新 中華人壽 中華人壽 不見了 OK 騰訪 騰訊359.8 我們 verify一下 看看騰訊的收市價是否359.8 是359.2 沒錯 這個是更新的 我們看看這個圖 看看幾隻股票 中國泰保 第一隻 看看中國泰保 A stock 20大 成交股票之一 是最後那隻 數上來 就是抽些熱門股 熱門股的好處 最大成交量 就不死得人 不是細股 細股比較危險 你知道我們教人保本 盡量找些安全的股票 好了 這隻股票 一年圖 逢大股的走勢 都是 差不多 下降軌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這裏是離開下降軌的 然後就在這裏 這裏幾月 是2月 就在2月頭 2月的第1個星期 就離開下降軌 然後跟著飆了 有多少元 差不多22月頭離開下降軌 的時候 就27元 26元左右 26月27元 26元就在那裏飆升 飆升到31元 最高 飆升了5元 最近 因為大股 頂住 不上 不破位上 他就回 回到現在28元 除了恒生指數 如果 未來可能會再跌兩天 就去到2200附近 是停在這裏的時候 當恒生指數 跌了兩天 停在2200恒生指數的點數附近的時候 換句話說中國泰保 當日的價格 應該是比較低的價格 我猜 應該是當日價格回到 27.75元 就是回到這個位 今天是 現時 收市 接近 現在是29 即是說他可能 跌兩天的時候 他會跌兩元 那你就節省兩元 一萬股就節省兩萬 兩筆東西 10萬股就已經節省 10萬股乘二 節省二十萬 所以節省的港幣也不少 如果你真的要 握這隻 上去的時候 他之後會上升 他之後會上升 當恒生指數上去都會上升 你便不用擔心 跌 恒生指數下跌兩天之後 你握他 27.75元 左右 這些位置 握他 應該是有錢撿的 OK 網友們大家因為我分析完每天說那麼多 有時我會 不會再站在心上 所以很希望 我的分析是錯 或者是對 慢慢大家 都是在群組分享一下 或者在Youtube分享 告訴我 Eric那天你說中國泰保 在27.75元 再等兩天 恒生指數 站定了就先進 然後 然後呢 我幾次進入了 然後又賺不賺到錢 分享一下 OK 好 下一隻股票 新城發展控股 好嗎 新城發展控股 跳著上 新城發展控股 就排在 成交金額最多的股票裏面的 大概是20隻裏面最大的第15至16隻 嘩 沒看錯吧 這麼厲害的股票升得 新城控股 現價是8.94元 當然是 AA stock 沒有打 3月13日 3點21分 有時間 3點半 8.94元 衝得好勁 現時8.94元 嘩 看看 難怪是十大成交量 Oh my goodness OK 這隻股票 你一看 我只是說老天爺 他破了高位 原來他剛剛破了高位 你看到嗎 他破了高位 難怪像火箭一樣 我的網友們 有些朋友教我看圖表 其實我天天都教的 這個重複上一次 我講的應該是AIA 是重複AIA在差不多上個月曾經出現過的走勢 那時候AIA就破了高位 我說這些股票破了高位 他又會直衝上去 但是 你每賺1元 你的風險就加大100% 所以一賺到少少就即走 明白嗎 好像這隻股票 今天剛剛恆新指數 剛剛是回跌跌的 打橫行 明天會跌跌 所以明天恆新指數或後恆新指數 我估計恆新指數回軟的時候 我用回軟 我不要叫跌 那時候新城發展會不會煞車呢 這個問題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 是期待 恆子明天是飆升的 假如恆子明天飆升的話 這些新城發展就會以三倍飆升 破位上 但是你追它的話 你又要留意 追它又要小心 因為它這樣破位上的話 它跌下來 它大升就是大跌的 而且大跌的話大概三分之一 OK 那由什麼價位上開始計 由7 元 7.1 7.1開始計 OK 7.1 它一直飆升上去 現在已經8.9 如果它由7.1 升到上10元 升到上3元 它跌下來的時候 起碼都跌回1元 即跌回到9元 如果升到上9元的話 就升到2元的話 它一跌下來的時候 起碼一坐 就坐回大概 7-8 大家要理解 大家要理解 你進入的時候 你未必賺到7元 可能賺到3-4 它一個麻煩坐得很快的時候 你一分鐘就 透過不到蝕渣米 這個就是 在現在大市回軟的時候 你追它 是可以賺到錢 但是 一進入 就要盯住 然後賺到就走 你一看到它一回 就立即 乾脆走得摸 馬上就丟掉了 OK 還有這些股 你這樣追 千萬不要大批 大批的金錢丟掉 用小 小小的兵丟掉 算了 玩一下算了 因為你在低位 捉它的時候 不同 低位捉它抄底的時候 全副身家丟掉 抄底 但這些追高的話 就不要丟掉那麼多錢 下一個 我剛才說的 沒有任何理論 全是講實戰 實戰就是 打真軍打仗 教駕車 就不會在課室教 直接就賣牙 就去大馬路 高速公路駕駛 你什麼時候見過 真的在課室學駕車出來會駕得厲害 又或者學游泳 學游泳 就不讓你下水 只是在課室教你怎樣游 你一輩子都不懂 所以 現在Eric說的全部是 實戰經驗 這麼多年 OK 好 先看剛才那個AA stock的表 剛才看了一隻新城發展 再看多一隻 再看一隻 小米也在這裡 這幾天看過 不要看了 看得多了 已經驗了 有幫 有幫有升 有幫剛才提到的 凝庫基金 看凝庫 凝庫和恆生指數差不多 因為網友說 如果你買恆生指數 如果你不想知道 哪個股票和恆生指數 差不多走勢 那就是凝庫基金 誰說我聽呢 我香港的會計師同學 在兩年前說我聽的 那時候我問哪隻股票和恆子走勢一樣 就是凝庫基金 然後是200 然後我看過 真的 現在就算看也一樣 恆生指數前兩天 雙底 他又是雙底 今天 又是差不多 貓公仔 兩支筷子 今天是貓公仔 凝庫基金就沒有騙你了 真的留這兩條線 這裏有兩條線 Yahoo就是這兩條線 只有一條線 明白嗎 好了 凝庫基金 就不用怎麼分析了 就跟恆生指數一樣 恆子我們猜他明天會回一回 的話 凝庫明天也會回 會連跌兩天 他又連跌兩天 所以何時恆子 接近200 預備抽高的時候 你就要入凝庫基金 差不多了 OK 有何時恆生指數破位 大升的時候 我會提早告訴大家 那時候 全部丟掉了 凝庫基金都搞定 凝庫基金就說完了 很簡單 跟恆生指數走勢一模一樣 好下一個 再說一句 再說一句 我們就 Part 1完結 剛才我拿到AIA 我也想說一說AIA 因為看看 近來 他在最高位破位之後 就出現什麼形狀 出現什麼形狀 AIA AIA 就是一個先行者 一個高位 他破位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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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位上 破位上之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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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回三分一 他就好一點 他就跌了四分一 未到三分一 這就是一個例子 OK 近來怎麼樣呢 他剛剛調整完的時候 又怎麼樣呢 六個月 再看三個月 近來就是這樣 近來就回到一個 跟恆生指數的 走勢相約的格局 這就是一堆筷子 一堆筷子 剛剛這就是一堆筷子 恆生指數相約 即是AIA 破位上升了之後 就回到 這個 類似恆生指數走勢 但他的好處是 因為已經 破過去年的高位 他今年的高位 就是剛剛在沒多久前 大概六個月看到了 今年的高位 差不多到77.9 上面 最高的高位 就是 變了來講 如果 他再升的話 他可能會 升得多少 因為上面沒有指標 只要他 過了 1 2 3 4 5 6 7 8 過了大概八天前 那些高位 那些高位 八天前 看看一年圖 準確一點 1 2 3 4 5 6 7 8 如果只要AIA 能夠衝破了八天前的高位 不是那些高位 那他上面沒有任何的阻撓 任他升很多都可以 所以如果是乘著個勢 乘風破浪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值得留意 不要現在拿著 現在還未升得住 當他再破位 破man 就破了這個高位 大概八天前 AIA Stock的不好處 就是 我 鼠标 move 就是 動起來 我看不到價位 OK 不是現在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留意 OK AIA的買入方法就是 它過了高位才可以拿 這樣 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你說 我不想 想薄 你想薄的話 也可以 就是這個 這個低位 就是在三日前 三日前的一對筷子 這個低位是 73 75元 即是74元 在這個低位 如果要接近這個位 你看它穿不穿 它不穿 去到74元 它不穿 又再牛上去74元 OK 甚至乎接近75元 在這個位 我猜它是74元 這個時候 就是牛上去 這個時候 就可以在那裏拿到 OK 兩個方面 兩個入貨的 標準價位給大家 好了 講一下講一下 今天簡單 Part 1 講了美國指數 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今天很反而出錯的 畫錯圖 跟著就又講了 這個 明天會跌 恆生指數 我是這樣猜的 OK 現在的勢來講 都是的 但是 終歸它是會升的 你看我的大圓圖 所以大家要理解 這個藍線 紅線 無論是怎樣都好 勢 它最終是升的 只不過是先回少少再升 你記住 它現在只不過是先回少少再升 所以對好友來講 基本就算你入貨 遲少少它都會升 但是你現在不要入住 等少少再入 又或者 你猜它明天會跌 但是因為大市真的 突然間不知道什麼原因 吃菜藥就 向上升 OK 向上升 就是這樣標上去 你去追貨的時候 你最多賺少了 因為我們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知道 整體未來七日左右 七日之後 大市基本上向上機會 是很高 向下機會很低的 拿著這個中指 你去買賣 就會安全很多 好了 Part1講完了 我們就 談談Part2 為什麼我叫Part1、Part2 因為 你知道有時候 股票太長的時候 有些朋友說 只是想聽 市場上的價格的講完 他們可能會做其他事情 開會 拍拖、喝茶、吃飯 也有些網友比較有空 想 聽多一點 就說多幾句 首先說一下 群組的訊息 群組是Open to Public 大家都歡迎 因為我們 看我們的視頻有幾千人 可能有五千 有時候有七千 但群組 現時得 大概是 三千 三百幾 幾百 幾百 因為一個Whatsapp 是二百五十 二百六十 我們大概是兩個半Whatsapp的人 Fans在Whatsapp 那裏大概有七百個 朋友 進入Whatsapp的群組 作為互動交流 最近我做了Telegram 都是網友介紹的 開了Telegram Telegram之前有些技術性問題 它突破兩百 但後來它突破了 自己 我沒有搞過什麼特別的事 現在看到它有四百幾個 會員在裏面 這些群組有什麼用呢 希望大家理解 寫上群組有兩三個好處 一是可以讓大家互動 因為YouTube的互動 功能比較有限 第二方面 群組有時候 要錄完YouTube發照 我可能一天 主要發一次 中間市場有些突發消息 我會先用群組發 剛才 Yahoo Finance 出現了問題 我都提早在群組發送給大家 讓大家看到 原來漏了一個線 看的時候不要看漏 這些就是群組的功能 在Telegram上面 它有兩個組 一個組是讓大家互動 一個組是發佈消息 但我都會研究 它有個叫channel channel有機會 發佈消息用 就不需要另外開多一個群組 因為一個群組開了之後 技術性上面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對電腦不太熟 就未必知道 我發覺 當Telegram 如果你用它 一般普通的用戶 例如有百多二百個的朋友 或者就算是上 上一千個朋友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因為它不是經常發訊息給你 但如果好像我們水肥投資日記 一開始就已經 差不多500個人 在群組裏 而它又活躍地打訊息的時候 就會把你的電腦拖慢了 這個我留意到 解救方法是怎樣 如果你覺得電腦慢了 很簡單 你就把Telegram Telegram有個 叫做飛機 你用鼠標 右鍵 按一下 選擇 然後選 關 臨時退出 你關了它 退出的時候 電腦就不會被拖慢 何時你要入Telegram 你才去登錄 即你按它才登錄 WhatsApp一樣 你都可以退出 只不過有時候我們習慣了 又不退出 有它開著 所以如果當它 發覺你的電腦 慢了的時候 不妨可以 選擇退出 然後用的時候 再打開 這個Telegram 就有這個方法 WhatsApp群組 還有幾個群組 我覺得在現階段 測試Telegram的階段 不妨可以保留著WhatsApp 然後看Telegram 用了幾天 都是很順利的時候 我們就TOTALLY Shift到Telegram 但新的軟件 也要保留 試用一下 另外有些新的消息 就是 前兩天我提過 在3月30日 應該是星期六 就是3月最後的星期六 這樣說就不會錯了 我想看看 如果在網友上 大家有空 主要有空的人多 OK 我們就出來可以聚一聚 大家都可以出來聚一聚 但如果是那天 能夠出來的人 不是那麼多的話 我們就 現在做個Research 我們就退到7月了 7月才聚會 因為我是3月底 可以去一次 7月就一定可以去 而3月底 這個Trip 因為我去了日本 以及去了Osaka 玩幾天 如果網友很踴躍的話 我會 很樂意 在Osaka 飛一飛去香港 見一下好友 見一下大家 大家聚會 慶祝一下大家 認識 然後 我才飛返宏哥華 這樣也行 但我希望 先做一個Research 要很穩陣地做Research 傳媒做研究 看看我們 出席的人 多不多 如果人數不多 我們就可以 儲存下一次 可以在7月先 所以 現在是做一個Research 所以大概 在一個星期 前天才提這個意見 我們大概等7天左右 在群組上 看看反應 是否熱烈 如果是熱烈的話 例如 舉例 10個人一座 香港不知道是否有10個人一座 10個人一座 有100人有10座 有300人也有30座 起碼 有30為台 氣氛會比較好 大家都是A制 如果氣氛是冷清清的 不如先聚咎人氣 我是這樣的建議 所以看看反應是怎樣 如果反應大家都很熱烈 都願意出來報名見面 我是很樂意在日本飛回來香港 OK 大致上 在這方面的訊息就是這樣 在其他方面 就是 感恩時段 就多謝大家 因為點擊率 多了很多 一般 現在也有幾千人 去看 但我沒有刻意記到數字 然後 好像subscribe 我記得昨天我看 大概是3200個 今天還沒看 本來是28天升了2200個 數據 現在是28天升了2700個 subscribe 這個也是很感恩 未來的經濟情況 其實每年都有些cycle 希望大家都理解 每年的cycle就是 農曆新年之後 其實應該比較淡靜 今年就很例外 今年就很旺盛 在2月就飆了上來 然後到 基本上5月左右才開始發力 4、5月開始發力 然後 6、7月左右 6月左右又沉不久 正常來說 就是這麼多年 7月左右又開始發力 8月就狂崩 8月就直升 8月9月就升 一到10月 大家就要小心 原來股市 有一個 規律 這麼多年 規律 10月就是 你如果玩過20年 你就應該大概沒得到 10月就很容易 就是 舔夜 所謂的廣東話說 或者叫做很容易中招 很容易有大跌市 大調整 所以 然後到了聖誕節 又會比較靜一點 然後 然後 一節淡三虛 但是一到農曆年前 他又有個小陽春 因為搞好事 大家過年 所以整年其實是個cycle 今年就有點不同 今年本來年初應該淡靜 他又升了很旺 所以今年2019年 我要重新說一說 我幾個月前 在兩個月前我看過 今年大家要小心 他整個cycle往前退了 就是 好市道提早出了例 整個勢 向前shift 向前shift的時候 本來7、8月強升 9月升 如果他在 5、6、7就開始 完成了這些升幅的話 以前 一向都是10月左右 10、11月調整 有可能今年就退早了 就變了 9月就開始調整 這個大家要小心 和留意 所以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2019年 就正如很多新聞報道 逢是19、9字 今年有19年 就是 很多 特別的日子 都在今年發生 舉例 當年的西藏 達賴喇嘛 離開西藏 又是60年的紀念 就是今天 接著有些人說到 不知道是5、4運動 又是今年 2019年 我不是讀歷史的 這些就找 趙善軒、趙博 他們就可以 如數加真 說回5、6個 在2019年 跟歷史有什麼有關 在經濟上 他都看得到 今年真的很特別 就是 提早的升幅 波幅 也是很奇怪的 今年 去年還怪 去年 跟導然施指數 脫了折 所以大家要明白 今年是比較 波動 動盪 風險 是比較大的 一年 如果能夠把握浪 成風破浪 今年也可以早收勞 即是早些賺完這些上升軌 賺完之後 大調整的時候 放假休息 OK 就可以 早些去享受一下人生 OK 當然我們做 沽市 市跌的時候 反而比較忙 我們要沽 近來就麻煩了 近來在恒生 導然施指數 沒什麼跌 OK 還站得很硬 所以我這些 即是淡油 就沒有什麼 OK 現時 衛食基金 只有幾個百分 在手 變成 我希望 盡快儲回15個百分 可以等同學有個交代 跟他們 吃個大的 吃個自助餐 今天到此為止 希望很多謝大家 收看 說給投資日記 還有我都很樂意 每天跟大家分享 你發覺 其實我 說這個 日記 我是一個 發自內心的 一種 興趣 如果不是半夜三間 哪有那麼有空 就是自己喜歡 所以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個人興趣 亦都希望 大家可以 賺到錢 以及補到本 香港時間 現在已經是3月 13日 香港時間 下午3時45分 我馬上傳實 記住明天的市場會跌 因為昨天已經說了 所以我都不急於 在壽事前發放這個視頻 昨天已經說了明天會跌 後天也會跌 大家要記住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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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